魏晋的贤邪啊 它是基于老子这本书上的邪问 就整天谈这个认识论 实际上那所谓的贤邪啊 可能大家是万文生意啊 就认为这个贤邪就是 特别贤妙啊 贤乎的一本邪问啊 实际上不是啊 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啊 老子描述那个宇宙 世界观天道观对不对 这是个对世界再认识的过程 所以魏晋的贤邪呢 是一种认识学的一个一门邪问 它不弦啊 它不弦妙 它其实是很枯燥和无聊的一门邪问 知道吧 但是好像大家觉得 就是魏晋玄邪是一种 特别轻松啊 特别牛逼啊 特别装逼啊 一门轻松的邪问 实际上魏晋玄邪呢 它类似于现代的哲学 知道 类似于一种很枯燥的 就是说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这种学问知道吧 就所有的哲学啊 都是名从主人啊 就是就是你给老天爷起了个天 那他为什么就是天 他你命名他是天 那么他应该表现成什么样的 他才是天 就讨论这些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老子 老子的最大问题啊 就是老子的最大问题啊 就是他的书成书很早 然后呢 他很多命名都规换 导致了我们 后来人去阅读这本书的困难 就古代人 就是 就是在五千年前的时候 我们汉字不发达 然后很多词的定义 没有准确的固定下来 很多的 比如今天的道啊 道理啊 或者每个词 在汉语词里面 意义是很固定的 但是你会发现 就在古代的古文里面 一个词同时承担了 好多种功能 比如说道路的这个道 它既可以是大道的道 也可以是道路的道 也可以是道理的道 就是说 古代的一个词里面 一个词承受了太多的功能 就好像一个男人 跟三个女人 睡在一张床上 那只能是这个男人特别累啊 同样的人 当时汉字啊 也是特别累的 一个字要承担了 四五种不同的意义 但最终 不管 不管一个男人 跟三个女人 在同一张床上怎么睡 最终也是只能 在一个女人身上拼命用力 同样的呢 道这个词也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 在身上付以了多少的含义 但是它在实际的 以静之中 它在一张床上 它只能有一个用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玄学就自然诞生了 玄学的诞生就是 就是明白 就是明白地告诉大家 这个男人 虽然同时跟三个女人 在一张床上干活 但是他现在 所有的努力 是对某个女人 而不是对其他两个女人 这就是玄学的根本意义 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